夜晚的时刻,有点孤单 不怕,有天使陪你属星星 这样的夜晚,真的有天使陪伴吗? 当然,因为天使正在为你值夜班呢 太好了,这样的夜晚,我们称它 天使夜未眠 哈喽,亲爱的朋友 欢迎你收听天使夜未眠 这是台湾救人之声广播中心为你制作的节目 我是天天 非常高兴在今天的圣经故事里面 我们要继续来分享耶稣的故事 对于耶稣,我们都蛮熟悉的哦 因为到圣诞节的时候 我们就会唱一些圣诞歌曲啦 或者是平安宴啦,等等的 在这些圣诞歌曲当中都会唱到 有一个圣子为我们生,为我们死 这个圣子就是主耶稣 因此耶稣他来到这个世界上 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为世人的罪而死 并且他死里复活 他复活以后,就将他的新的生命赐给那信靠他的人 耶稣复活的时候,有许多的门徒看见他 如果你也是门徒之一 当耶稣复活向你显现时 你会有什么样的感觉呢? 是不是觉得好惊奇呢? 想不到耶稣真的复活了 在现今的时代 耶稣他向许多人显现 耶稣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也与我们同在 我们在生活里 我们可以向耶稣祷告 耶稣会向我们显现 也会对我们来说话 只是在当时候 门徒他们经历了 在宗教、政治上面的一个动荡 还有不安 他们也遭受了许多的迫害 在那个时候 主耶稣向他们显现 当时在伊马尔五四的路上 有两个门徒 当他们知道耶稣被钉死后 非常的沮丧 但是当主耶稣向他们显现以后 他们就喜乐起来 欢天喜地地回到城里 告诉其他门徒 这个大好的消息 就是主耶稣复活了 门徒们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呢? 而主耶稣又会怎么样 向他们显现呢? 今天就让我们继续来分享 这段精彩的故事 他复活了 复活了 他真的复活了 主 让我们跪在你脚前敬拜 他不见了 他刚才还坐在这里 上帝的儿子刚才还在我们家 他跟我们一路从耶路撒冷回来的 他还跟我们谈了话 向我们解释圣经 他那么了解圣经 又那么详细为我们解释 难怪我们的心感到火热 其实这一点都不奇怪 因为他是造物主天父的儿子 而圣经就是他末世的 他已经复活了 那我们还待在这里干什么 我们应该赶紧到耶路撒冷去 把这件好消息告诉他的十一位门徒 跟其他的人 对 我们要告诉世人最伟大的消息 那就是救主复活了 他们一行立即起身 沿着来路往回乘走 这两个门徒在黑暗中摸索 在石头路上颠颠勃勃 又爬过了几处很险峻的地方 他们迷了一阵子路 但是后来又回到了正路上 时而快跑 时而颠勃 他们急行着 他们内心正因为喜悦而雀跃不已 他们虽然看不见 也不知道 可是在他们身边 确实有一位暗中的守护者 到了耶路撒冷城 他们从东边的大门进入 这个门在有节庆的时候 晚上仍然开着 我们最好赶到楼房上去 因为耶稣受难前 在那吃过最后的晚餐 门徒们一定都在那 对 在他们没弄清楚 主耶稣的身体被移到哪里去以前 他们是不会睡的 但是我们知道 我们来告诉他们 他复活了 可能啊 他们根本就不在里边 里边一点动静都没有 但我知道他们一定在里边 因为他们怕我们是来抓他们的 我们不是衙门派来的 我们是宜马五四村来的弟兄啊 我是宜马五四村来的革流霸 进来 快进来 主耶稣没有死 还活着 他曾经在西门比的写线 大家安静一下 我们有非常奇妙的经验 要告诉你们 真的 主复活了 我们见到了他 我们跟他一起谈了两个多小时 他还到过我们家里 这件事是发生在我们回家的路上 他过来跟我们一同走 而 我们居然没有认出他是谁 我们一面走 他就一面向我们解释 圣经里有关弥赛亚的经文 听了以后都非常兴奋 我们才知道他真是弥赛亚 他讲解了以后 我们就明白 他为什么会被钉在十字架上受苦 然后就一路到了我们家里 晚餐卸饭的时候 当他举起双手 我们发现他手上的钉痕 就在我们要向他跪拜的时候 他忽然不见了 哥六八 我想起一件事情 要不是我们邀请他到我们家 要不是我们再三邀请他到我们家 我看了 我们永远也不会知道他到底是谁 我们差点就失去了这大好的福气 主啊 你怎么进来的 愿你们平安 是主的活吗 你们为什么吓成这个样子 你们怎么会有那些奇怪的想法 来看我的双手 还有双脚 你们就知道实在是我了 来 摸摸看 鬼魂是没有骨和肉的 你们瞧 我可是有的 他的双手有钉痕 他的双脚也有 他的声音 却是主的声音 他的头发 完全跟我们的主一样的 门是关的 他们进来 他是上帝的儿子 是全能的 是全能的儿子 你们有什么可以吃的吗 有一点 只能有一片烧鱼和蜜蜂 谢谢你们 现在我吃给你们看 你们就知道 我不是个魂 而是我自己 你们为什么还不相信我 他真是我们的主 他真的复活了 现在我们都看见他了 可是多玛不在场了 我们会告诉他的 今天的圣经故事 我们分享到 主耶稣想门徒显现 哇 我想如果我们是门徒啊 我们一定会觉得 好惊奇啊 是吗 这是超乎想象 超乎逻辑 超乎自然的事情 可是就这么 活生生的 发生在门徒的眼前 主耶稣直接的 让他们看见 他已经复活了 我相信 这就是基督教 最重要的一个核心价值 也就是我们知道 主耶稣真实的复活 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 因此我们所信靠的 不是一个已经过去的 一个已经死掉的 一个伟人 我们所信靠的 是一位救主 是一位复活的主 他复活的生命 在我们的里面 耶稣的复活 是基督信仰当中 最重要的核心价值 因为耶稣复活了 我们对人生 我们对于未来 我们对于自己的生命 我们就充满了盼望 那么刚才在故事里面呢 这些门徒们 哇 他们在惊呼一遍之后 就说 哎呀 多玛不在 这个多玛呢 也是在圣经当中 一个还蛮经典的人物 为什么呢 因为在圣经里面记载 多玛不相信耶稣复活 那么主耶稣 会如何向多玛显现呢 我想每一个人 在认识上帝的过程中 我们可能也都会有一个 怀疑的时期 我们觉得啊 这应该不是真的 这应该只是传说 只是一个故事 也不会发生在我的身上的 神如何向多玛显现 祂是复活的主呢 希望你继续带来收听 耶稣的故事咯 我们下回空中见 拜拜 我们渴望 我们渴望 我们渴望高居主耶稣 我们渴望 我们渴望 我们渴望高居主耶稣 让荆检飞扬在全地上 十万人明白天国真理 主耶稣是道路生命 我们渴望高居主耶稣 让荆检飞扬在全地上 十万人明白天国真理 主耶稣是道路生命 我们渴望 我们渴望 我们渴望高居主耶稣 我们渴望 我们渴望 我们渴望高居主耶稣